今天為大家自駕的車型 感覺是自額的 所以它也只有頂尾 這兩個好開桌的 它的行李箱 今天是2021年的5月17號 現在最主要就是疫情很嚴重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只要自己做好一些防疫措施 包含像現在我們都要戴口罩 連戶外都要戴 人家出門就戴口罩 而且要勤洗手 然後最好準備一瓶酒精 這個 上車噴一噴 但是這個不要放在車上 因為畢竟它是酒精 如果你停在戶外的話 有可能會有些危險 好那我們今天要做油耗測試 都是在戶外 也都是在比較偏僻的地方 一樣150公里油耗測試 我們測試車款是 Toyota的Camry Hybrid 這台車因為它有進行一次 年式的更新 目前2.5沒有了 存汽油沒有了 現在只剩下2.0的自然進氣 和2.5的油墊 我之前在試駕Sienna的時候講過 它的排氣量是24877C 就是第四代系統 你只要看到這個數字 就是第四代的Hybrid系統 它的售價從92.9到102.9 這兩個是汽油的 另外在油墊也有兩個 118.5和139.9 這個是原廠公佈的建議售價 但是因為Toyota展示之間多 經驗商也多 所以每個經驗商會有一些特飾車 你看像這台車特飾車 它也金裝版 所以售價會稍微漲一點 可是它給你的配備都還滿多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拿捏 你可以買標準版的 就是原廠出廠的 也可以買這些加裝的金裝版的 那你如果單獨去買 可能加起來價錢會超過這些價差 所以就看你怎麼去拿捏 第四代的油電系統 我們好像是第一台測試 以前好像沒有測過 以前都測第三代的 以這種大型房車來說 油耗我想也是很多人在意 尤其很多司機 計程車司機大哥 除了選IOTS Hybrid之外 也很多人選CAMERY Hybrid 我馬路上看到非常的多 有時候做到我都會問司機說 你買這個划不划 每一個都是歐漏 都說這個太好了 省油好開舒適 而且空間大 乘客坐在車上都不會打槍了 那我們剛才把油加滿了 然後等一下會把里程歸零 空調一樣轉到最冷 然後第一段 那我們現在出發 來試看看 TOYOTA CAMERY Hybrid旗艦版 售價139.9萬的車型 它的油耗表現如何 好我們現在上路了 那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就是CAMERY 我們今天介紹這台車 它都是標配 在旗艦版的部分 大概就是外觀 就是這個 全景天窗 輪圈的尺寸 甚至包含天窗後面 有個鯊魚旗天蠍 內裝的部分差異比較大 有台頭顯示器 而且螢幕大一點 也有Apple CarPlay 包含了它有我最愛的通風雨 像現在 因為我們天窗這邊 要夾個GoPro 所以天窗要整個打開了 但是有通風雨 所以你全程開起來 就不會覺得 非常的炎熱 以CAMERY來說 因為它是大型房車 軸距長相對的 因為它沒有電子避震器 所以懸架就軟 懸架軟的情況下 你長途開車起來 加上它這個座椅的厚度 也夠 就可以讓全程開起來 算是舒適的 而且很容易上手 Toyota每一台車 也大概只有86和Supra以外 甚至未來的GR壓力士 大部分的車 它的調性都很像 它就在讓女主人 男主人 甚至剛考到駕照的新鮮人 覺得說開這個車好輕鬆 然後壓力就慢慢就減低了 哪怕它今天是大型房車 你再開起來 第一個 方向盤的輔助 在高速公路行駛可能它有可變 所以方向盤的輔助不會太輕 但是 你看它油門踩起來好輕快 甚至它煞車的線性 也很好去掌控 那因為是屬於Toyota的 算是旗艦車款 所以你看它這個 玻璃好厚 然後隔音做得很好 風切聲抑制各方面 甚至底盤 防火牆 輪胎的滾動噪音都聽不太到 不過車體的礦動稍微大一點 因為畢竟它的走距是比較長的 那因為現在科技的進步 變速箱檔位也變多了 或者是CVT 如果你今天買到的是汽油板 它是模擬時速的CVT 油電板還是eCVT 加上引擎科技的進步 不管是渦輪增壓 甚至包含了油電 我們油耗測試測了十幾年 那個時候我們在測試 破十公里 大家都哇 好棒 現在十公里 大家會說它是垃圾 那我們的油耗測試 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跟你的車油耗會差這麼多 第一個就是我們 全程基本上不太走市區的塞車路段 尤其今天更明顯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馬路上的車並沒有很多 第二個部分就是 因為都我一個人開 我最近少了十七公斤 所以油耗可能又會再漂亮一點 所以我們的油耗測試 大概對應到你家車庫的車輛 你可能要打個八折吧 那如果說你都是在市區 走走停停在塞車 那可能要再打個八折再八折 那我們全程基本上 不使用它的輔助駕駛 因為輔助駕駛 不會比較省油 像我全程用ECO模式 但是如果是奧迪的話 用ECO跟車它一樣會啟動那些 因為你用的節能模式 譬如說空檔滑行 熄火滑行它還都有 可是大部分車款是沒有的 人的右腳 包含了雙手握的方向盤 甚至煞車的掌控 目前為止還是完勝於電腦 所以切記 就算有這些輔助駕駛 你還是要緊盯著前方 雙手握的方向盤 不可以分心滑手機 一個觀念正確的駕駛者 可以讓你的行車安全更好 相對的一個觀念正確的駕駛者 也可以讓你的油耗表現更好 遇到前方 不要只看前面一台車 看前面再前面的 它煞車了 你就提早收油 提早煞車 那這樣你的油耗表現就好 而不是永遠跟著人家 跟著緊緊的 我看很多車都喜歡跟著緊緊的 去逼車 這樣子你的油耗會差 而且不會比較快到達目的地 好我們來到第一個休息點 水南洞停車場 這邊就是陰陽海 我第一次看到這邊沒有人 要不要這邊都有很多觀光客 可能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行事里程已經散4公里了 現在的平均油耗非常漂亮 一公升可以跑23 嚇死人了 可行事里程還有640公里 我很喜歡油耗測試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條路我走了十幾年了 所以我通常在油耗測試會講古一下 就講一下我的一些 這十幾年來的一些回憶 我記得那個時候是在這邊拍 WISH小改款 我是在這邊拍 我記得好像還是橘色的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個時候還是兩氣囊 然後呢 核泰汽車的公關 有一個跟我講說 全世界的WISH都兩氣囊 你找不到兩氣囊以上的 然後隔年我到日本去玩 我記得好像是去玩 還是去東京車廠我忘了 然後到台廠的那個MegaWave 我就打開車門看 為什麼這邊有氣囊 我就把它拍下來回去 給那個公關看 沒多久那個公關就掉部門了 其實有時候 媒體還是有一定的力量 你看看現在CAMELY 你光看安全配備 幾乎全部都一樣 氣囊下面全部一樣 不會有入門兩氣囊 只有差在盲點偵測 在豪華版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後方車側警示 以及車輛接近警示 倒車影像輔助 所以你看經過我們長久 這樣一直不斷 如果現在沒有網路 還是在紙本時代 我跟你講 今天的CAMELY還是兩氣囊 因為法規兩氣囊就可以過了 TSS 1.0 2.0 也不用想了 給你1.0就偷笑了 所以你看這10年來的變化非常大 消費者購車的單價成本可能提高 可是相對的安全性各方面也跟著提高了 安全最重要 安全遠比螢幕大小重要 遠比皮椅的材質重要 因為安全有可能讓你在發生事故的時候 降低你的傷亡 那我們在這邊休息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後我們就要到 北宜的山頂 那個地方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在濱海公路啦 甚至今天濱海公路沒什麼車 甚至包含了北宜的上坡 它的整個開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我們來到了北宜縣介公園 每次都在這邊 今天看起來好像下雨 那邊有在施工 所以稍微吵了一點 我們現在行事旅程108.4 原廠顯示是1公升跑20公里 可行事旅程還有600 那這一段因為是山路 加上前面很長一段的 大概70公里左右的濱海公路 其實CAMERY就是這樣 不管是山路高速公路 在平坦路面的話 其實它整個轉向的精準度 跟以前的CAMERY比起來 現在好多了 但是只限於平坦路面 它如果在處理落差比較大的坑洞的時候 前陣筒或是彈簧的磅數比較小 或是檢陣筒的阻尼比較小 所以會造成就是 你會有那種大堆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懂 就是噹一聲 那這個時候呢 第一個就會有噪音了 第二個會有比較大的震動 第三個 你會感覺避震器已經到極限了 尤其是在過彎的過程中 因為它車體懸吊比較軟嘛 沉下去之後 這個時候又看到坑洞的話 那更明顯 可是這種路面就是稍微閃一下啦 因為坑洞如果你注意前方的路況的話 其實稍微閃一下就好了 在平坦路面上行駛 CAMERY保有原本的舒適 但是又多了一點點的操控性 沒有像以前的CAMERY 哇那個過過彎 感覺好像轉不過去的感覺 那現在都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第二個部分就是 輔助駕駛 TSS2.0 和LSS Plus 2.0 其實都一樣 甚至因為我剛剛在高速公路 有一段有開一小段 包含了ACC的跟車的精準度 甚至在沒有分隔線的情況下 它會跟著前方的車輛 這個時候它的輔助駕駛符號 在前車和你之間的符號 會有白點 那就表示它沒有偵測到車道線 這個是它偵測前方的動態 這些都還滿準的 Toyota的車普及率比較高 它的輔助駕駛如果做得精準的話 相對的駕駛觀念正確的駕駛者 搭配了輔助駕駛 你就可以減少事故的發生 那我們今天要送的東西 很特別喔 我們購車是剛剛做出來的 車貼貼紙是俗意願反光的 如果貼在車子外觀的話 其實晚上還有一點反光的效果 安全的效果還不錯 會送一組兩張 會送三組 那一樣就是回答我們 就是第一個我們車的油耗 第二個你對這台車的想法 或是你已經是車主了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 你用車的心得 尤其是很多那個 計程車司機大哥 其實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永遠這台車 開車的過程 新的甚至包含一些 簡單的保養油耗 都可以跟我們來做分享 好 我們到終點了 要公布成績 這關係到你會不會拿到 我們新做的貼紙車貼 有三組一組兩張 你可以自己貼一張一張送朋友 又或者是 你可以前後各一張 左右各一張都可以 那個貼紙其實 我們花了一點公布設計 然後量沒有很大 那我們接下來會用賣 但是今天是送的 而且會包油寄到你家 那我們剛剛把油加滿 而且是同一個加油島 同一支加油槍 而且都是我家的油 兩次加油槍 插到油桶裡面的 深度是一樣的 我們行駛了151.8公里 酒吧我們都用酒吧 因為它9.2以上都可以 其實油電95就可以了 不用到酒吧 剛剛加的是6.38公升的 酒吧無牽汽油 花了188塊 換算出來的成績 一公升跑23.793公里 車上顯示的 很準喔 車上顯示一公升跑23.5公里 所以誤差非常小 以我們公布為準 一公升跑23.793公里 車上顯示一公升跑23.5公里 所以它不是快樂錶 那我相信會有很多司機大哥 選擇CAMERID HYBRID 是有原因的 剛剛下坡 北宜山頂對不對 我們不是在那個縣介公園 後來就下坡嘛 充電加上存電行駛 你只要在60公里以下 基本上一定存電了 然後加上你又不斷的進彎剎車 所以它的電瓶慢慢慢慢越來越滿 滿到滿出來 所以你一直都存電 甚至後來到了高速公路 如果到達那個速度之後 它如果發現你的油門深度 沒有那麼深的話 它還是繼續可以存電 所以下坡是它賺取 平均油耗一個最好的地方 當然上坡因為CVT的關係 所以上坡你油門要稍微踩重一點 好 那我再公布一次 我們剛剛測出來的 平均油耗一公升跑23.793公里 CVT的關係